蛋餅皮直接放入油鍋炸 另一邊煎鍋上 打入厚厚一層蛋汁 再放上大塊起司 相煎後把餅皮鋪上 捲入德式香腸 這一個比手掌大的蛋餅 老闆名字也取了霸氣 就叫它披薩蛋餅 蛋餅不會放這些料 吃起來它比披薩好吃 披薩的外面那一層皮是硬的 但是它的是Q的 一口咬下 當場拉出起司 好吃不是隨便說說 看看這排隊人潮 讓老闆手沒有停過 跳脫傳統蛋餅 老闆可是花了不少巧思 都讓老套 甘願 怪怪排隊 這樣就是五六百分 如果吃就差不多有五百分出來 差不多一千分左右 煎鍋上蛋汁香味四溢 做成歐姆卷 再放上蛋餅皮 再等一下這餅皮顏色 怎麼不太一樣 顏色的話是火龍果 對 我們是用火龍果 下去製作的 原來這蛋餅皮 是店家手工一張一張自製 裡面加入甜菜根 或是火龍果 紫地瓜等新鮮蔬菜 餅皮顏色也跟著五顏六色 再放上肉排或是起司內餡 這樣的創新蛋餅 可是店家招牌 是說它很像那種 少女情懷那種感覺 是我們最熱銷的產品 對 然後一天最高最高 有時候會將近千分 蛋餅怎麼吃 中部掀起創新滋味 果然創出新名號 成為韜客信航美食 最專品好 拍照報道